再看另外一個 四百萬招手台大電機 不念 那這又是劍頭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個標題 其實就誤導你了 誤導你說OK 因為那四百萬所以他才不念 甚至就有人覺得說 他們家一定很窮 窮到他因為四百萬而不念 台大電機 今天有些人不想找你 是嗎那個根本就是 不扯誤會他們家有很窮嗎 一點都不是 不見得他們家很有錢啊 但是過著去吧 就像我一樣啊 他老爸絕對不會混得比我差 對不對 不知道 沒特別研究 我相信建廷他老爸不會混得比我差 那 所以 他會這樣子其實他是很有眼光 那不只是 劍頭他本身 可能以你約約感覺到 他老爸本身的企圖心也超強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覺得搞不好 因為那天我問劍領他說 這些很多都是讓他老爸去談的 那 這代表他老爸企圖心很強 他自己是個教授 他都 他看到看到 這些東西 然後他想要讓他的小孩去 結合 哎 建廷來了 剛好在講你弟弟 對啊 來 我 你有看到回應嗎 你有看到回應嗎 有 一大堆回應對不對 啊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就是 你對這些回應的感想是什麼 你對這些回應的感想是什麼 奇怪 他這個回應我好像載不太近來 喔有了有了 在這裡就這樣 有時候他看到 誰是 是 我覺得標題嚇得很大 對標題真的嚇得很爛 然後 大家以為我們家的缺錢 對啊 然後 所以就開始 朝那個方向討論 所以 這也不能怪他 可能就是記者的錯 記者對 但是 其實記者 往往要下一個很聳動的標題 然後讓大家去看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記者其實是知道的 說OK 他不應該下這樣的標題 但是他為了要吸引目光 他就下了這樣的標題 OK 所以 我 我相信你們家 跟我們家 絕對絕對經濟狀況不會比我們家差啦 對啊 不確認四百萬 對啊 後面的人可以丟一串 對啊 那 現在 我覺得除了 除了後面有些人很酸以外 我覺得有一些 很酸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些是 質疑 他們主要的質疑點是什麼呢 你看 質疑點是這個 超導隊 對 對 職工有什麼關係嗎 對對對 他說 像這個交大電機的男同學啊 他說 一堆人把各種領域 最好的資源集中在一起 就像把各種領域食材 不亂都在一起炒 真不知道會是美食還是收水 這沒有各種資源吧 我 資工材料超導接得起來啊 對啊,不是資工材料超導,不是資工移工超導 對啊,所以根本就是誤會啊 對啊,完全是誤會通 所以 資工材料超導 那現在可能比較 偏比較遠的反而是資工 因為以這條路而言 那沒有法,因為經常沒有材料 材料到超導 材料到超導是可以很順的接的 因為超導本身就是材料 但是資工 那除了經大沒有材料以外 你 老弟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為什麼選資工 除了經大沒有材料以外 他是不是有一些想法 覺得說我應該要先念資工 這個到北洋 沒有 阿老爸的想法 他那邊應該是也沒有 他其實對經大一直都沒有材料 所以 他們也不太了解我們的學校 就是 他是因為 他開了一堆條件給李希蒂老師 李希蒂老師 就這樣全部都幫他做完了 然後就 喔好 然後算一算一件 他幫他其實 六年包下來 其實是很優惠的 然後也蠻紮實的 六年 六年 為什麼是六年 因為是這邊 這邊兩年 然後乘他兩年 再加 那個 超導中心的兩年 超導中心兩年是直接在修士頓 對阿 OK 所以超導中心兩年已經確定了 好像是確定 已經跟出幸福談定了就對了 對 然後那邊是全額獎金 再加生活費補 那我覺得很很值阿 怎麼會不值 超值的 整套加起來大概一千萬吧 大概 對阿 那個超值的阿 所以聊人在幹 所以我覺得 這樣看來 如果 如果他75級分去念台大 那我覺得真的是笨蛋阿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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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確定他要讀材料的話 其實這條是比較 因為台大比起來是不用 對阿 對阿 因為台大直接被打贏了 對阿 我自己在台大練了七年 台大有什麼地方 可以比這個方案吸引力更大 沒有阿 我真的想不出來 其實我們跟台大 他們一直在說人脈 台大一直在說人脈比較重要 台大真的有什麼人脈可以建立嗎 我在那邊七年我也沒建立什麼人脈 很少阿 很少阿 人脈就是要這個時候用人脈 對阿 而且 而且 說真的台大 新派的那個 你 你還沒進去你就已經跟租金五件的人脈了 台大有辦法這樣嗎 對阿 對阿 而且他們75級分不差一個阿 所以 對阿 全國75級分到底有多少人 兩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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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多個人進了台大就是普通人 對阿 對阿 但是 你現在 你現在不要進台大 到另外一個學校卻可以得到 得到連那個 連那個 進駐金五那邊 休斯頓的都已經砍好了 對阿 那 那 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很酸的 我覺得這個超酸 這個酸 酸爆 那是OK 不是不是 這個酸是酸在哪裡 看一下 來 這個台大數學系的男同學 他說什麼 聰明在哪 台大排名比休斯頓大學高 我 我真的覺得很帥 對 是這樣沒有錯阿 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 我的意思是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 這些人真的很低俗的地方 為什麼 他們在意那個排名 你知道那個排名是什麼意義嗎 誰論我發的比較多 誰論我發的比較多 不止 對 他算積分點 就是某個 東拼西拋的東西 純粽加起來 然後最後弄出一個排名 那沒什麼意義阿 對 那個排名的意義在哪 沒什麼意義阿 他們一直在搞這個排名 台大的學生我覺得 心裡就會有這種心態 因為他一直一直 努力的念書 就是為了要爭那個排名 他必須要透過外在的人 來肯定他 他才會覺得驕傲 知道嗎 非常可悲的一個想法 這種排名 你知道 這一個所謂全球大學的排名 是一家私人公司做的 美國新聞以世界報導 一家私人公司搞的排名 搞的全球的大學 通通都為了這個指標 揚棄自己的傳統 揚棄自己的優勢 只是為了要拼 這個排名上面可以第一 可以名列前嗎 這種排名有什麼意義 什麼意義 就只是個虛名 然後過了 你也不會在上面 上去也是台大 也不會是你 對啊 那台大一直去爭那個排名 然後他說他比修士大學高 在那裡 而且在美國有一個特性 你知道嗎 大學 美國的大學 不是看學校的 資源集中 他是看科系的 他所謂的排名也是 也不是說 這個學校比那個學校好 這個學校比那個學校好 不是用校牌的 不是用校牌的 沒搞清楚 他是用科系牌的 美國的 即使是美國新聞世界報導 他的排名 也不是針對校的 他有一個針對校的 但是真正大家 會去申請美國學校科系的 重點是看那個 系排名 你校排名可能 這個學校是100 但是他有一個科系 他是排名在前十名的 他們是這樣 這個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至尊心 被傷害太嚴重 到台大書的就是 沒有一個來金門的 優惡的方案 所以 我真的覺得 看到這些評論 我覺得 這好像沒有人寫 台大怎麼了 竟然強不一定大 等一下 你說什麼 我沒聽到 這好像沒有人寫 說什麼 台大怎麼了 竟然強不一定大 哦 對啊 應該不會這麼赤裸裸的寫 他們一定會說 啊 因為我們四百 沒有四百萬 所以會搶輸人 或之類的 他不會赤裸裸 就是說 我 因為這不是 不是 不是一般的比較 因為金大給的 太優惠了 我覺得 我自己看的我都很忌妒 如果 當時 其實也沒有當時 因為我成績很差 不可能七十五級分 對 那我說 如果 今天 是我考了七十五級分 有這個方案 我一定選這個方案 我絕對不可能再去台大的 我給你看一個網友 我覺得這個網友就很典型 這個網友是誰 台大大 好 藍一峰 欸 又是你們中一中的耶 耶 你們中一中人才還真多耶 這個我不認識 這個你應該不認識 他應該比你大很多 藍一峰 這是誰啊 台大醫學院畢業 他當初或許也七十五級分 我不知道 南京台大醫學院 大概都 都差不多是那個 那個 本級了 對啊 但是呢 他怎麼樣啊 你 網路搜尋一下藍一峰吧 我覺得其實他很強啊 我覺得他很強 我非常喜歡他一本書 非常喜歡他一本書 而且我覺得他很有理想 你知道 他開了一個名其西行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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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誌 然後呢 鄉民懶人包之藍一峰 之各種 道聽服說 對不對 然後 欸 重點是這個 這個這個 橡皮脫竿的滿清 我看他的是這一本 完全顛覆我對歷史的想法 好 完全 非常建議 圖書館有 你 去借來看 然後呢 啊 他其實這邊 網路上就有一個短板 你也可以直接上線看 他網路上這個短板的 其實我覺得也已經很長了 那整個 整個 整個長板的就不得了的長 橡皮推翻的滿清 好 這個上啊 我真的蠻建議大家看 看一看 橡皮推翻 那我把它貼到社團 我們的社團 人工智慧變成歷史課 有點奇怪 不管 反正 反正我們本來就沒有 沒有什麼一定的 的上法 唯一的華人 人工智慧變成歷史課 就變歷史課好了 橡皮推翻滿清 好像是分上中下還是上下 我忘了 上下 不過兩篇都蠻長的 那 這有點扯遠了 重點是 藍一鋒應該也差不多是 那個等級75級分的人 而且他是有練生物的那種 75級 現在級分是跟你練馬類組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排名在最前面 每一顆都排名在最前面的 就是加總 加總 OK 因為我們從前都是大學聯考 你幾分就是幾分 現在級分其實我們都搞不太清楚 那你看藍一鋒 我覺得他很棒 他很有 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現在寫了歷史之後 他現在在關注什麼呢 他後來寫了美國的歷史 他除了寫中國歷史 他後來寫了美國的歷史 他的歷史真的蠻有氣球 他現在專門在寫能源方面的文商 所以他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想法的一個人 那我在網路上我就專家這種人當好友 看到我就去加 我就把他加進來 我覺得這些人可以開拓你的眼鏡 所以你說人脈 人脈是什麼 藍一鋒 也最近也常常回我的那個文章 特別是那天我跟你談的 那個 一中的那個事情 他有回 一中的那一篇文章他有回 直接搜尋一中 對 一中的文章 搜尋怎麼搜尋啊 好像有點困難喔 我不知道怎麼搜尋啊 因為這個 Facebook真的我覺得要搜尋好難 我的Facebook訊息真的是太多了 連要找都不好找 喔這裡這裡這裡 喔這裡這一邊喔 齁 我不是跟你談過之後嗎 然後呢 我就覺得 我覺得 我稍微看一下這邊齁 我覺得一中來的學生都比較有自信吧 他們好像都知道說 我要去探索偉大川大 我虽然不见得知道伟大的行道在哪里 但是他会想去探索啊 他会想说那我做个这个做个那个 然后然后想要有有那个想法 气如心 那后来你们不是说 为什么二中三中那些没有这种风气呢 那我我后来感觉是 他们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中 变成第一之后他才可以去寻找伟大的行道 有点这种感觉不然为什么二中三中没有这样 他好像要觉得要先追上前面的人 对那他好像要觉得要先追上前面的人 然后才可以去寻找伟大的行道 然后不一定 后者不一定 OK 不一定会去寻找伟大的行道 但是他要先追上前面的人 是不是 OK 应该是那个光就是在最前面 对啊 然后只有在最前面的人看到那道光 后面都被那个前面的人挡住 哈哈 所以他是只能追着前面的人 他就看不到那道光 OK 对了解 所以 所以他的光 是在前面的一中的人身上在发光就对了 不知道是在一中的人最前面 对 在一中的人的前面在发光 然后我们只是跑比较前的水看 对 你们跑到前面已经看到那道光了 他们在后面已经光被你们打掉了 所以他们看不到光 但是你 你觉得真实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是啊 我不觉得 我真的不觉得真实世界是 是一中的前面有一道光 然后别人的旁边都没有光 所以不是说没有光 就是还可以露一些困难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 还是会看到 到部分都看不到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 我 我想说的刚好就是 就是你 你现在所说的 我 我想说的是 这个世界 有到处都是光 有非常非常多的光 而不是只有一中的 的 学生前面才有那个光 那是环境影响 知道吗 这个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伟大航道 而不是只有一条伟大航道 这就是 我前两天在跟我儿子讲 我就在跟他 跟他讲这一个观念 就是实验教育中心的这个观念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到伟大航道 因为他们其实大概都只听得懂 伟大航道 不行 然后其他人都不了解 然后他就说 可是 可是爸爸啊 这个 这个地球上 不是只有个伟大航道 那 所以只有一群人可以到那里 哦 太好 终于出来了 如果只有一个 那应该是家庭房间的观念 所以他只看到一个 不知道 不知道哦 因为海贼王里面都说有一个伟大航道 而且是 是 一个伟大 都是有个伟大航道 但是他们 他们都觉得只有一个嘛 都就是哥尔罗杰的保障 OK 那保障的话可能是只有一个 所以他们就在想啊 OK 那伟大航道 哥尔罗杰保障 你讲的他听得懂 没有 可是 其他伟大航道 他们的伟大航道 就不是那个啊 有没有 对啊 照理讲 其他人的伟大航道 应该跟你的伟大航道不一样 对啊 对啊 这样就不是同一个啊 对啊 或许草帽海贼团的伟大航道是这一条 但是白虎子海贼团的伟大航道是另外一条 不是啊 海军的伟大航道又是另外一条啊 海军的伟大航道就是控制全世界的人不要叛变 海军的伟大航道就是控制全世界的人不要叛变 所以 我真的 觉得这种 一条伟大航道的想法非常的糟糕 其糟糕 啊 就是 对啊 从小的招呼就是 对啊 就是只有那一条 对啊 可是 真实的世界是到处都是伟大航道 你从 哦 这就牵涉到我另外一篇文章 我另外一篇文章在讲是 哦 犹太人跟华人 就概方 对 哦 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方 如果有人开杂货店 他成功了 结果 另外一个犹太人进来 他就会去开 小吃店 开邮局 开 开银行 开别的 OK 那 这个是犹太人的想法 那我那天看到那个 欸 翟本桥 他和那个郑国卫有上一个民事的节目 他们就在讲 翟本桥就在讲这件事情 他又把我的 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看到我的还是没有 那但是 但是他基本上就把这样的事情再讲了一次 然后他说 他还讲了一个我不知道的 犹太人 他们 他们 对小孩子 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追求金钱 他们不是真正在追求金钱 他们从小所接受的训练 不是告诉你说你要去追钱钱钱 跟大人变真吗 对 他们会一直跟大人变真 变什么呢 思考 各种思考方式 所以那个犹太人的晚餐啊午餐之类的 他们都是没大没小辩论会 为什么你怎么弄到 没大没小辩论会 所以 会常常 辩论辩论辩论 然后就说 老爸你这样讲是不对的 没有啊 爷爷你这样讲根本就是胡扯 对 会这样子 没大没小的辩论 OK 那这是他们文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那个窄本桥他再讲了一点我不知道的就是 他是什么 他说 犹太人其实没有追钱 但他们从小会告诉小孩说 你要去观察 其他人需要 从来不告诉他说你要去赚钱 想办法赚更多钱 他是说你要去观察 其他人想要死 然后 想办法提供那样的东西给他们 哇 这叫我刚才真的乱用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这才是对的 你就是要去观察 其他人想要什么 这个世界有无穷多的人 超级多的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你到了一个地方我就开始观察 那个人想要什么 这个跟他们行为模式就完全一致了 为什么 他去开杂货店 因为他看到有人想要买杂货 他看到有人要买 买这些东西的地方买 他就开了一家杂货店 接下来呢 杂货店不卖汽油 没办法帮你加油 所以另外一个人就去开加油站 有些人需要记性 另外一个人就去开了邮局 就这样子 犹太人的地位是这样建立起 阿姆华人呢 全部都开杂货店 对 华人如果有人开了杂货店赚钱 第二个人进去 哇 这个人开杂货店赚钱欸 赚那么多钱 再开一家 第三个人再进去 哇 这两个人开杂货店都赚钱欸 又赚那么多钱 再开一家 所以到最后呢 就是 那个街上满满的都只有杂货店 这样会赚钱啊 这样到最后 杂货业会很糟 功过于求 经济学 功过于求的结果 就是大家都 死得很惨 或许还有一两家 可以住的好 就叫台湾的7-11 对不对 全家嘛 这几家在拼 那其他杂货店都打光啊 大家都去开杂货店的结果 就是这样 所以犹太人的想法 有伟大航道吗 有 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伟大航道 而且他们的东西很弹性 我就是观察所有人的需求 我的伟大航道就是 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满足让自己 有办法 透过满足别人的需求 而得到成就 所以 原子弹才会被发明出来 所以 原子弹才会被发明出来 原子弹才会被发明出来 你这个扯是有点远啦 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的 我觉得有关的 你这样扯是 跳动了一点 原子弹跟这个 剑林想得出关系 是没有关系啊 可是问题是照这个逻辑 那他被发明出来就是合法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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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爱因斯坦一点都不想发明原子弹 原子弹不是爱因斯坦发明出来的 那是曼哈顿计划 蛤 曼哈顿计划 对是曼哈顿计划做出来的 爱因斯坦有在曼哈顿计划里面吗 有 曼哈顿计划有 爱因斯坦 费曼 之后我就不认识 你讲的我觉得可能爱因斯坦有被拉进去 有啊 因为有个照片 但是后来他是反对 但是来不及了 后来他其实是反对的 他根本就离开了 曼哈顿计划的主导人是欧本海默 曼哈顿计划的主导人是欧本海默 不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因为 他相对的为原子弹提供了一个能量上限 主要是因为这一点 爱因斯坦被扯进来 但是后来他其实是反对 他后来是反原子弹最强力的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人家访问了他的时候 其实不是他讲一句话 人家访问他 那个访问过程 好像有被记录下来报导播出来 那个记者访问他访问什么 记者跟他说 因为他们经过第二次大战 OK 那他会说 请问那 你觉得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战争 爱因斯坦回答他 其实爱因斯坦很老实的 回答他说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是什么样的战争 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样 然后记者就很好奇 第四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样 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石头和棍子的战争 所以他的推论 因为他根本就是那个原子弹理论的创始人 不是原子弹实体的创始人 但是他就是那个理论的创始人 那他看得远 看得很远 你说原子弹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 是美国人做出来的 只是因为犹太人 犹太人发展出相对论 那个相对论给了原子弹 这种武器的一个能量上限 算出来超级无敌大 1等于mc平方 c是3乘以10的8次方 公里每秒 对不对 然后再平方 那不就是9乘以10的16四方 公里平方每秒平方 对 那m就质量 所以一公克的物质 可以全部转换成能量的话 会变多少 就是无敌大了 这也是现在核能 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的原因 可是事实上没有那么美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技术是靠右235 去做那个粒子撞击 那有几种技术 一个是核分裂 一个是核融合 那核分裂 核融合现在技术不成熟嘛 OK 所以现在都是靠核分裂啊 靠核分裂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核分裂就是撞击 撞击一个 撞了之后 变两个 两个又撞 变四个 四个又撞变八个 这不就是我们子宫里面学的 2的n4吧 能比奇数 能比奇数的结果会怎么样 一直上升啊 所以他就爆啊 爆了之后就能量无穷大 这是原子弹的基本原理 但是你核能发电厂你不能够这样子啊 你让他爆了 他不就是核能发电厂就是一颗原子弹 所以核能发电厂就我所知 他就是弄个炉心 那个炉心其实对粒子有控制意 他不会让他爆 但是那个炉心 你要控制的很好 不然的话就完了 那那个炉心到底是用什么去控制 原理这个我真的不想的 要研究才知道 但是这种东西你想一想都会觉得 一个转两个 两个变四个 还是觉得蛮恐怖 我不太担心控制儒心 我也很担心 所以其实最近不是说 要试运转吗 那试运转不就是儒心要开始运转吗 那我真的就有点担心了 我想说反正我们在金门 至少离合市场远一点 但是控制儒心 其实去年前年我忘记了 有一次那个清华大学 两岸清华大学研讨会 结果他们决定在金门举办 然后我就有去听 不小心去听错一场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 就走进去 结果听了 发现他们在讨论 那个核 核电厂的那个发电技术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日本的那个 日本的那个311 然后浮岛事件 然后浮岛事件之后 开了研讨会 就有人在讨论 然后就有人说 OK 因为日本的那个问题 是因为他的气孔被塞住 所以导致说 他热排不出去 然后于是后来儒心就融毁 OK 那所以呢 他们就打 就是觉得 那核电厂要进一步改良 就是他把那个儒心的那个 封起来之后呢 他那个气变成 所有的装置 那本来是装置是外面控制 所有装置 改成通通都变成是一体化 然后呢 他们有一个说法 OK 这样子就不会造成 泥江灌激菌之后 儒心会融毁 我是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我不是那边的人 那 那他们的想法就说 OK 那这样子的话 他一体化之后呢 泥江就灌不进去 泥江灌不进去 就不会融毁 但是 那时候就有另外一个老师 他就提出了问题 我想那个也是专家 他说 他说 那 你 这一个炉 最后 最后 你不是留个气孔 留个气孔 对 那泥江来了之后 气孔不会被堵住吗 那堵住之后 他一直在那边分裂的话 那能量不是一直累积吗 那能量一直累积的结果 最后不是还是会到吗 他就说 嗯 你这个想法 我是没有想过 对 但是 看起来 我觉得那个人问的 就是问到 打到帐门了 虽然我真的听不懂 我只是 去听他们 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 那一场是 有时候 有时候你 我觉得就是这样 听演讲的时候 意外的 不小心走错的 那种反而是收获良多 那你真的很想去听的 有时候是 反而没有 没有很大收获 我觉得这边是很有趣 所以 所以我真的 要跟你们讲一件事 你们不要一直认为 只有一个伟大的行道 全世界的人 都应该去追寻 那个伟大的行道 而且 那些伟大的行道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只有你自己 心中的伟大行道 你想要做 那 你才去追求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伟大行道 不要 不要因为 美国 新闻以世界报道 搞了一个叫什么大学指标排名的 然后你就非常相信那种排名 当然那个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 而且教育有个现象 他其实是一个自体繁殖行为 什么叫自体繁殖行为 台大为什么是第一 因为他吸引到全台湾第一流的学生 那为什么他能够吸引到全台湾第一流的学生 是因为他过去就是第一 日本帝国大学的时候他就是第一 而且那时候台湾只有一个大学 从此这个结构就没有办法打破 就是干嘛去打破他 这里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样一个结构 你想想看 台大如果是因为这样低 跟他到底有哪些老师 有优秀的老师在里面有关系吗 是没差 那这样的话 那些老师需要优秀吗 如果台大的老师不优秀 却是吸引了一大堆学生 那这样的体制真的很好吗 那你进去之后 我教你四年的垃圾 你还是第一啊 这样会很好啊 不是啊 第一也只是排名上的意义啊 是啊 啊 没什么意义啊 可是 问题就在于 这是一个 自体繁殖的行为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第一的就应该去第一 没有吧 对不对 我我我七十五击分 我就应该去台大 像人家去打的就是比较群众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剑虹做的对啊 他很有眼光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固执于那种传统想法 然后 然后就说 OK 因为我七十五击分 所以我就应该去台大 我念过台大七年 台大志工 真的 给我的印象 还蛮赖 跟这一笔老师比 啊 跟这一笔 跟这一笔 当然也有好老师 也有不好老师 但是我们那一辈 会教我们的老师显然更老 对吧 我现在四十五岁 教我的老师 现在可能六十五岁 那 他们跟我们比起来 其实他们是老一辈 他们 在念大学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资工系 所以他们 其实 台大资工 早期他们 早期的资工系 都是什么拼出来 不不不不 资工系 在成立的时候 一定要有老师嘛 不可能说 成立的时候只有一堆学生 他没有老师 要怎么办 数学系 所以 早期的资工系 怎么成立出来 就是 我成立资工系 然后我还是找老师 老师从哪里来 数学系 一半 电机系一半 就变成资工系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 没有人会写程式 真正最最会写程式的就是 第一批资工系的学生 培养出来那些 最会写程式的 那些电机系来的 会做硬体 但是他不 程式的能力不是很强 数学系来的呢 他们理论很强 但是程式也不是很强 有一些老师 慢慢的接触之后 他慢慢会程式 李嘉童他们就是这样啊 他在美国的时候也是电机系 他根本就 就 就不会这些东西啊 然后他后来 回来台湾之后才自学组合员 自学那些 他还是史丹波大学毕业 算是非常非常优秀啊 因为那个年代 这种人很少 你们现在这个年代 什么学历的人都有 所以 有时候想想 其实到底那个年代 比较可悲 还是这个年代比较可悲 真的很难讲 因为你碰到的都是 全球级的 世界级的 你必须要跟他们 去竞争 去合作 不只竞争和合作 以合作的角度来看 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强的人合作 这是一件 本身就是伟大航道的事情 非常棒的事情 对 你总要先找到 找到自己的草帽海贼团 你才有办法去跟白虎子海贼团 对 对 可以依靠海军 可依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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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現在問題是 就是有很多人加入海军 可依靠海军 可依靠海军的人是有理想的嗎 有啊 只是被騙音樂 我跟你講我的感覺 只是一種感覺不代表 不代表他是 對啊或錯 我們在上個網上就是 告訴你一種 一種感覺一種我認為一種什麼 那我的感覺是 以真實的現況 加入海軍的人 其實我都蠻鄙視的 我說的不是指 國軍那個海軍 我知道 就是現在既有的大公司 就既有的 不管是大公司 或者是公家機關 以制內的 那些人 其實我是蠻鄙視的 是 好 逃於動漫角度 都挺有夢想的 為什麼 因為你加入那個地方做什麼 因為像韓國好了 韓國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變態社會 自殺很高 自殺很高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要去加入那個 那個三星集團 那三星集團已經控制了全國了 然後 所有的人最 就是你第一流 首爾大學畢業的學生 他的夢想就是加入三星集團 對不對 當然 韓國現在其實也有改變 不只是這樣 但是他們三星集團 控制實在是太強烈 他們不只三星集團 他們三星現代 這幾個集團 就把全國都包了 不只三星現代 邏輯都是啊 其實他之前有 1997 金融海嘯的時候 韓國整個垮下來 他本來名列前馬的集團 做了一個大洗牌 然後 已經 就是已經有一堆集團 在97的時候 因此而垮台 但是垮台的結果呢 韓國政府 他其實還是繼續的 把接下來的所有資源呢 通通都溢注到 剩下的謹慎的幾個集團裡面 所以 他反而那個 他本來就是 超級大財團化的 一個社會 那 在97之後的結果是 這個情況 沒有變差 反而變得更嚴重 那 所以 而且他們的集團 不是像我們這樣 我們台灣喔 台灣的 的 產業的狀況是 台積電 他就做 晶圓代工 對不對 鴻海就專門做 組裝的比較多 OK 那 呃 華碩 是從筆記型電腦起家 不是筆記型 主機板起家 華碩一開始做主機板 做筆記型電腦 那 鴻基 一開始就是 做 做 做那個 小教授一號 那種 自主電腦 每一家公司 其實 他都是打一個點 台灣的特色 就是每個家公司 都打一個點 最後他就只有 在這個點上面 去琢磨 韓國三星 不是這樣 韓國的集團 都不是這樣 韓國的那些 三星啊 LG啊 現代 他都不是這樣 他是怎麼樣 十一圖形融化 對 他三星喔 不只是有三星 三星的手機 這個三星電子的這個 旗下的事業 他有三星銀行 三星保險 然後 甚至什麼造船啊 什麼那些的 汽車造船 這是這樣的 你生活上面 實際住行 他通通都包了 所以 很恐怖啊 我覺得那個社會不好 那 你要不要加入一個 這樣的海軍 你要不要加入海軍 但是你會想 欸 那 加入海軍真的那麼好嗎 我個人是不以為啦 我本來覺得 我們新一代 你不要加入海軍 或者是你先加入幾年海軍 然後出來 改當海賊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好 先去跟海軍 學習戰鬥技巧 學完之後出來當海賊 各位覺得這樣的航道 如何 我覺得這樣的航道 感覺比較偉大 沒有吧 除非很有定力 突然或多或少都會被影響 對啊 或多或少都會被影響 對不對 出來的結果 就會 有偏差 會有偏差 一定會的啊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事情 就是 你知道嗎 當你進了海軍之後 像我們啊 我也不是沒進過海軍啊 我第一份工作 做示範幫人家寫程式 做 就做那個 五子棋 我們那時候在什麼地方寫五子棋啊 我在一台 平板電腦 寫五子棋 那個公司叫江川科技 有耶 你知道嗎 平板電腦這個概念 不是現在才有的 我們1991年就有平板電腦 我就在寫五子棋 但是那時候的平板電腦都不賣 因為他厚重 不好帶 功能又弱 那時候其實 我們也不是第一個 江川是台灣 那時候 又是那種補助 然後國科會啊什麼之類 然後他就拿到錢 然後甚至他本身也很想做錢 他就做了 但是呢 我們不是第一個 應該第一個 還要找幾十年 我不知道 但是比我們找一個 我們知道的是 蘋果電腦 他在1990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叫牛頓的平板電腦 NUTEN 同樣的 他那時候也沒有辦法做到 像現在iPad這樣子 輕薄短小 其實iPad一點都不輕 只是薄短小倒是OK 對我來講真的有點重 iPad mini可能比較輕一點 那 那時候的技術沒辦法這樣 他的平板電腦 大概跟你們現在用的筆電 差不多大 哈哈 對對對 但是比他小一點啦 但是 但是他沒有鍵盤 沒有鍵盤 但是他比較厚 你們現在筆電的那個螢幕很薄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應該也是用液晶的 我印象中 但是那個液晶技術當然不一樣 而且是黑白的 黑白的 那他厚度很厚 大概 至少厚度有五公分以上 所以那時候推出的平板電腦 通通都 都死掉了 真正 就這種行動裝置 到什麼時候才真正復興 筆電當然是有啦 但是筆電不算行動裝置 大哥大 不是 真正第一個成功的行動裝置 是因為之前很多人也做PDA啊 大家都做PDA啊 偉大航道 其實一直有存在啊 可是呢 沒有人有辦法 把這個偉大航道變成一個真實 可以 可以 闖進去都是失敗的啊 沒有人有辦法 那直到有一家公司 他把PDA做起來 那家公司叫做PAM PAM就是手掌 他們出了一個叫PAMPILOT PAMPILOT 欸這個搜尋到啊 這個還好 有Google的話 什麼都可以搜得到 PAMPILOT 就這個啊 這個才是全世界最早的那個 掌上行裝置啊 你看這裡有 對啊 所以這都是我們的 資工人的偉大航道啊 可是你們看到了 因為你們就比較晚生 你們沒有經過這一個時代 第一個成功的掌上行裝置 是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時候呢 是沒有 這個東西是沒有通訊功能 他不能拿來講電話 他只能夠 記事 然後所以他有一個手寫筆 後來賈博士就非常堅持 他一定不要用筆 他只要用手就可以寫 有沒有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iPad沒有插一支筆 這是賈博士的堅持所做出來的 iPhone也沒有插一支筆 那當時的PAMPILOT是有筆 那這可能跟他的技術相 也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筆的話呢 這種螢幕啊 這種螢幕的原理 這個劍體 你弟弟會需要知道 觸壓器 他有兩種 一種是電阻式的 一種是電容式的 電阻式的跟電容式的 你知道這件事啊 OK 電阻式的呢 他比較適合用筆 OK 因為你壓下去 他 他會感應 然後 就 就那個筆跡就會很順 你用手去弄電阻式的 你就會發現有問題 他一直斷 你一直幹嘛 一直搞不清楚 你到底在哪 但是電容式的呢 用手指就可以 那他也可以用筆 但是電容式比較貴 所以後來 賈伯斯做這種 iPhone iPad的時候 他其實就堅持不要比 所以他一直去採用 電容式的技術 然後成功 這就攀拍了 然後這家公司的創辦 不是創辦 就是他的 主要技術人員之一啊 也是 我覺得他的規劃 比那個 比那個箭頭的規劃更神奇 他怎麼樣 他們就是那個矽谷創業 創業出來 他加入他胖子公司之後 哇 就大賺錢啊 大賺 然後後來 後來呢 你知道那些人都很神奇 就是 賺了一大堆錢之後 他就開始尋找他的偉大航道 因為他本來就在尋找偉大航道 才去細谷 但是他現在尋找到錢了 他不缺錢 他很有錢 他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 可以過的緊一歷史 這時候你會停嗎 你會停止說 OK 我現在很滿足了 我的偉大航道 人生 五指登科了 就是 妻子 孩子 車子 還有 還有什麼 房子 還有銀子 對不對 全部都有了 這時候你會滿足嗎 其實 要說五指登科 我們現在 也是啊 只是銀子沒有很多而已啊 其他的車子房子也都有啊 所以我必須到 你會停下來 你會說我很滿足這樣的生活 然後我就 停止追求偉大航道 要看準 每個人追求的都不一樣 對啊 以我而言 其實 我們五指登科 但是 我覺得 相反的 剛好 這個時候 你才更會覺得 我要去找偉大航道 更是這樣子 因為 你知道 東西 你一旦 你一旦 有了那個東西之後 你的夢想達成之後 你就會有下一個夢想 今天 劍虹如果去了朱金虎那邊 他真的做到一件事 我覺得 會去朱金虎那邊 一定想做那件事 有嗎 會去朱金虎那邊 一定要是想做 那件偉大航道的事嗎 那件偉大航道的事是什麼 他其實原來想裏劍的電漿 蛤 蛤 蛤 你說他比較想什麼 他其實 本來沒有想要這麼超刀 他比較想要裏劍 電漿 電漿 對 為什麼他想裏劍 不知道 不知道 OK 所以他其實對 他其實對電漿比較有興趣 對 物理材料很有興趣 就對 對 OK 剛好是可能 剛好是 就是 那個吧 就是剛好材料有關 一系列的陰錯陽差 一系列陰錯陽差 但是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就是說 就是說 你人生有一些 有一些 不在你預期當中的 往往 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從這邊出來 像 譬如說 諾貝爾的 生物學獎得主裡面 有一個 他是 做那個 他最後發明了B型肝炎的疫苗 所以他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還蠻密切的 因為 B型肝炎是台灣的國病 我也有 我最近 才吃完貝勒克 已經連續吃了三年的貝勒克 在貝勒克之前我還吃了肝 吃了兩年又停藥 所以我已經吃了五年的藥 那 那個 B型肝炎是台灣的 我們這一輩的人幾乎 百分之三十還是多少七十萬 都有B肝 那所以我們的樣本群超多的 所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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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型肝炎的發明人啊 其實他 他 他所有的測試案例 都是跟台灣一起做的 所以 所以台大 有一些醫師其實在這邊 是世界級的很強 為什麼他很強 因為我們的樣本多 我們樣本多 所以他就會很強 他那個B型肝炎的 那個藥 都是跟著台灣測試 對 台灣人支援 對 那 這個 這個第一 真的是 有點 有點同事啦 但是 確實是這樣 支援很多 那 他 他發明B肝的原因 B肝疫苗的原因 其實 完全是沒有預料 往往 科學的探索是這樣 你會發明B肝疫苗 你是這輩子的 就是立定志向 我一定要解決掉 B肝這個問題嗎 有些人是這樣 但是往往不是 他會發明B肝疫苗的原因 是因為 他一輩子都在追 尋找一種叫做澳洲抗原的東西 他很想知道那個澳洲抗原到底 有什麼樣子 是什麼樣的基短 所 所產生的 那 原因是什麼 功能是什麼 後來他追追到最後的結果 他發現 這個東西是 B肝 的原因 所以 他追到那裡 就發明了B肝的藥 往往 科學的發展往往會是這樣 所以 劍童現在如果他去 去 去 朱金虎那邊 我覺得 他勢必 要有一個 一個想法 就是 我今天去 我可能我就是想 尋找某一個偉大航道 那個偉大航道 以朱金虎本身而言 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 要把 操導這件事情 做到 現實生活上 可以用的溫度 所以 朱金虎是全世界高溫操導 的 的 第一把交易 那 他就是要把 操導這件事情 做到 可以在 工業上 使用的層次 那 你弟弟應該了解這一點吧 應該是 我覺得他會想去 應該是要了解這一點 那 這就是他們的 偉大航道 至少是朱金虎那邊的偉大航道 是不是 你弟弟的不一定 但是 他去了之後 他會接觸到 這一群人 從裡面 再衍生出什麼 想法 新的想法 或許他會 再有一些 自己的偉大航道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這個過程是重要的 一開始有這樣的紀徒心 是非常棒的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講太久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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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